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类部分受到支持 带动大使扭转上跌势 标普工业股分类指数创纪录新高 其后传出共和党参议员可能支持 货币政策取代较为鹰派的经济学者泰勒 出任联邦储备局下任主席 交上共和党有议员 评激总统特朗普的管治方式 并且宣布明年不再寻求年任参议员 显示总统和参议员关系紧张 消息影响大使升幅收窄 道指从上22,300点水平 下周组段最多升211点 报23,485点 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创纪录新高 收市升0.72% 是六个星期来最大升幅 3M和Caterpillar 是升幅最大两只道指成分股 分别升近6%和近5% 同用汽车升近3% 麦当劳升0.3% 在科技股方面 纳斯豆指数收市报6598点升11点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在美国买卖计港股 月托证券造价普遍高过本港收市价 汇丰控股收市接合76.54 比本港收市升4仙 中国移动78.88 升3.8仙 中国石油股份4.97 升4仙 中国海洋石油9.92 升1仙 中国石油化工5.7 升3仙 腾讯控股349.02仙 升1.62仙 中国近售25.25 升1.5仙 长和100.27 跌2.3仙 港交所221.46 升1.06仙 联想集团4.52 跌1仙 美国晶片生产商德州仪器 上季盈利和营业收入都较预期多 而本季盈利可望继续高过预测 不过股价在美股收市后交易时段跌近2% 德州仪器第三季盈利12.9亿美元 按年升近2.7亿 每股盈利1.26美元 较预期多14美先 营业收入连续第六个季度增加 增幅1.2 致涉11亿美元 较预期多2亿美元 德州仪器预测 现季度每股盈利1.01至1.15美元 营业收入由35亿7千万至38亿7千万美元 晶片製造商AMD预测 今个季度纯利按季别超过一成 拖累股价在美股收市后交易时段 一度跌大日1成1 AMD上季扭转为盈 赚7100万美元 每股盈利7美先 多过市场预期的5美先 收入升量乘6 有超过16亿美元 虽然AMD推出新产品 上市由同业应特意手上 抢回部分晶片市场 但公司仍然预测 今季收入最少只有13亿4千万美元 即按季跌大约一成半 令市场失望 美元会价先跌后升 对日元在接近三个月最高徘徊 有报道说 美国共和党三个参议员可能不支持共和党税务议案 美元曾经受影响 之后传出共和党一班的参议员支持货币政策取太鹰派的学者泰勒 出任联邦处备局下任主席 消息支持美元回升 新西兰新任政府可能会加入就业 联同通货膨胀 作为中央银行两个目标 新西兰原受影响 对美元跌至五个月以来的最低 英联银行下个星期举行货币政策会议 加息展望五明朗 英镑受影响 对美元曾经跌至接近两星期以来的最低 看下美元最新汇价 日元193.91 英镑1.3132 瑞士花囊0.9908 欧元1.1767 加拿大元1.2668 澳元0.7776 港元7.8037 港元回价每日元6.849 欧元9.1818 英镑10.2494 瑞士花囊7.8722 加拿大元6.1573 澳元6.0682 新西兰元5.369 每百港元人民币85.11 原油价格上升超过百分之一 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法利克说 产油国决议竭尽所能 清除原油过性负存 油价受法利克的言论支持 市场估计美国原油负存减少 以及伊拉克富尔德地区政局紧张 亦利好油价 纽约旗油以每桶52.47美元收市 升57微仙 升幅1.1% 纽约旗油收市部58.33美元 升96微仙 升幅近1.7% 纽约旗油收市后 美国食油协会公布 当地上星期原油库存 增加519,000桶 市场就预测减少260万桶 蒸馏油存量减少490万桶 汽油存量减少580万桶 减幅都是大过预期 数据公布之后 油价在场外交易时段上升 欧洲主要股市持续上升 其中英国股市 受能源和矿业股买盘支持靠稳 连升第三个交易日 法国和德国股市 亦是连升第三日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点 巴黎股市升7点 德国股市升10点 美国国负债券加价下跌 10年期国债资息率 升至超过5个月以来最高 美股上升令投资者 对风险兴趣增加 加上有消息说 货币政策取太鹰派的学者泰勒 和共和党议员支持 出任联储局下任主席 债市受影响 两年期国债资息率报 1厘589 10年期报2厘42 30年期长债报2厘935 金价下跌 纽约期金跌至两个星期以来的最低 美股向好 避险资金流出金市 市场关注美国联邦处备局下任主席 可能由政策立场 救鹰派的人选出任 也利淡金价 纽约期金以每盎市1278.3美元收市 是今个月6日以来最低 跌2.6美元 伦敦黄金卖出提报1277.21美元 美国理事满联邦处备银行 制造业指数下跌低过市场预期 10月份指数由9月份19跌至12 是5个月以来第一次下跌 经济施酒预测跌至17 指数高过0 是反映美国大西洋沿岸中南部地区 制造业扩张 而10月份指数是连续第13个月高过0 接下来是视频摘要 交给你来欲问 好啊 《星岛日报》写论 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 最触目的决议 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作为实现中华民族大复兴的指南 加上新诞生的人事报告 显示习近平牢牢掌握党政军大权 誓要为本世纪中业建成现代化强国掃除障碍 同意要注意姿势正确 或者找人帮手 安全点 拎儿的食物器皿 一定要戴介意手套 跟着步骤 站立点 小心点 做足点 安全点 自然开心 香港有个新公园 山青水龙 在屯梅宁湾 它用先进科技 焚化污泥泥发电 搞轻对填区的压力 它还是环保地标 结合教育 消闲 自然生态设施 它不单只是一个公园 它是T Park 圆区 十九大报告里面 习近平明确提出了 治国理政的十四条基本方略 和两个十五年的目标安排 是习近平因应新形势 研究新情况 面对新要求下提出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绝对经得起推敲和考验 天气方面原色大致天晴 但初时有一两阵微雨 日间天气干燥 最高气温大约27度 吹和换至清静的冬至东北风 只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 屎人蓝 年轮ので白евич 那是说明明的 但彼此的想念 这老师还在一等 小蜜蜜叮 《大约7月3日》 还在后4月5日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